發芽跟發育的話大概需要三年時間 那如果說在聚養長發育的過程當中 因為蛀牙或者是會外傷 是能引測造成牙齒打眼感染 然後它就會停止生長 那在這個時候如果說是傳統治療的話呢 那很容易會 材料的部分會超出出牙跟外面 然後甚至比較容易會有牙齒斷裂的可能 所以我們會有新的材料的方法的話 就是利用再生性的根管治療 那利用生意的技術 然後我們誘導牙根肩外面的幹細胞 進入到牙齒 讓牙神經可以重新再生 那如果說裡面的神經 它沒有完全壞死掉的話 還有保留原來的一些健康的活性質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活水治療的方式 那把健康的牙神經的部分把它折起來 那就可以降低我們後續需要做更換治療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可以盡可能的保持 保持我們兩次依賴的功能 謝謝 那它四個部分是做主要的限制嗎 它會有一些限制 那比方說如果說要做得誰治療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一定要裡面是有部分 才有是至少治療的部分之後的神經 那如果說整個神經都已經改良壞 甚至已經有出現破壞、遺照 甚至有籠包等等的潛上的話 那就不建議使用得誰治療 那再生性治療的部分的話 這兩個方式比較用在未發育完成的牙神經 成功相較起來會比較高一些 他們牙神經的情況 它可能還沒有整個裡面都受到感染 那如果說住得太嚴重 像這個整個裡面已經發炎 然後感染的話 你說實際臨床嗎 臨床是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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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是哪一個 這個都是臨床的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就是臨床 是是是 這是舊的材質對不對 銀色這一種 銀粉填補 銀粉填補 對 以前都是銀色的 對阿 是 然後這是側面的那個 臨床的旁面 因為牙神經 它整個是被包在牙齒的最中心的部分 是是是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要需要照X光片 甚至我們 所以我們 所以側面的那個 它的蛀牙的情況 會是這樣子 大概是一 對是一 像這個地方裡面 就是還有一些 健康的神經啊 血管組織 都在裡面 你做假牙或是做那個 牽體的部分 那個費用才會比較高 牽體比較貴 牽體比較貴 牽體有 就是會看那個蛀牙的缺損範圍大小 如果說蛀牙不大 可能還可以用複合素質 填補就好 對 所以如果太大的話 因為它一來就是有結構性的問題了 對 所以你可能裡面的神經是健康的 可是它結構如果變不好 它還是會產生斷裂的一個狀況 所以用素質可能就不太是 對 它可能裡面的神經是健康的 因為保護力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足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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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油